來我們來看看資源同學期的問題 客戶退款多久可以退到客戶帳戶手上 這個問題看銀行還有看時間點 一般情況下在一週內 在五個工作日內都會退款到客戶的呢 客戶收到產品,產品壞了怎麼給客戶補單 補單的情況你們可以用Shopee的其他物流 不能說用Shopee其他物流 是可以用除了SOS其他物流可以比較快的去補發 為什麼呢,比如說你們可以用這個中國郵政去補發 用這個LWE,那我個人建議是用LWE,但是LWE比較貴 補單能否寄Shopee的快遞 那這個你們可以去嘗試做一個這樣的鏈接 你們可以嘗試做這樣的鏈接 上傳一個產品,然後把它價格設為最低的價格 就該站點所能承受的最低價格 比如說一碼幣,或者說零人幾碼幣這樣子 然後選擇包郵,然後讓客戶去拍這個單 讓客戶去拍這個單 那實際上你們是用補給的給他們 實際上你們是發的是補給的產品給他們 那這個問題就是你們是要請你們注意 補單肯定是你們要承擔運費的 補單肯定是你們要承擔運費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 店鋪去年開的馬來西亞站點賣的為進 被進了一個月 沒有過孵化期被分到客戶團隊 現在出單位明明閃閃 有什麼好的運營方式建議 如果孵化期沒有度過這家店 基本上不容說沒有救吧 就是說你少了很多平台的支援扶持 那肯定是沒辦法開通第二個站點 因為沒有過孵化期 或者說你在孵化期的時候 只要有出一單 只要有出一單就可以開第二站點了 但是你現在在孵化期的時候都沒有開 那就沒有辦法去申請第二個站點了 然後這個溫商你問的一個問題是 如何選品才能選到90分的產品 選品的方法依據標準 如何判定這一個產品 是否能作為報品或者男孩產品 在很多直播課或者說在線下課的時候 我會選擇 這其實是我有意為之的 就是說我不會把選品這個東西講得很細 為什麼 因為我更希望大家是通過自己去找產品 而不是我說什麼你們在做什麼 因為這樣子很多同學就是永遠都沒有辦法去成長 因為獸人以餘不如獸人以餘嘛對不對 那珊妮問到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還是要來解答一下選品的依據標準的話 其實它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方法或者說套路吧 它並沒有說一個這樣的很完整的說一個這樣的評分標準 然後更多的是我覺得是你從運營的角度來講 你怎麼去看待市場 怎麼去看待產品這個東西 然後 這樣子吧 等我會把一個選品的這個 標準跟方法介紹 我會結一張圖放到這個我們這個討論群裡面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列舉的選品方法 就還有Shopee的另一位老師黃敬爵老師 他也有提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看 一種是低價選品嘛 低價選品 因為東南亞整個國家 就客單價都比較偏低 人均消費能力比較偏低 那你就去找低價產品 然後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更賣 就是找市面上熱賣的產品 那還有就是選品方法 還有就是那個 你們自己有獨家專利的 有這種總代理權的 那怎麼樣去選到90分的產品 其實我覺得吧 一個是 就只有兩個維度 一個是市場的維度 一個是產品本身的維度 那換句話來講 就是你的產品 到底能不能適合這個市場 那怎麼樣才能知道是不是90分 其實前期都是不斷的去通過測試 你產品上完價之後 你要去測試標題 測試主圖 測試詳情 測試這個 你們撰寫的這個tag 然後不斷的去優化產品本身 如果你做了非常多的這個努力跟動作 關鍵時廣告也燒了 然後這款產品就是不怎麼出單 那很抱歉 那這款產品一定 不是那麼適合這個市場 或者說 它也許是本來賣歐美的 但是被你拿賣東南亞了 那如何判斷這個產品能否作為爆品 或者說南海產品 那你們一定要懂得通過數據去看 通過數據去看 什麼樣的產品是南海產品 那這個數據從哪裡來 海鷹數據是一個辦法 海鷹數據 你們可以去搜索一下海鷹數據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前台 整個Shopee的前台 你們按熱銷榜 按銷量榜 按最近上星榜 這幾個榜單你們去看一下 很多數據其實 Shopee它沒有對大家做隱瞞 只是你們 不愛去看前台這些數據而已 或總想要別人給你們一個答案 自己卻不去找答案 我發現這是人很 經常一個通病 經常遇到不會 就是直接想要一個答案 而不是自己去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然後人否作為報品 或者檔案產品 剛才講的數據很重要 然後測款很重要 那還有就是你們要想一想 你們現在要想一個問題 你們賣的產品 真的是東南亞人民需要的產品嗎 還有就是你們再看一下 反觀一下國內電商市場 線上賣的產品 跟線下賣的產品 差別有多大 你們是不是有自己去東南亞旅遊 或者說去這幾個國家看一下 當地人他們真的需要的是什麼產品 真的是我們 從原來歐美賣到不愛賣的 就直接搬過來東南亞賣 就可以賣成功了嗎 所以南海產品 南海市場 是要你們自己去動手尋找跟發掘的 還有多看看平台的週報 多看看平台的數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唸了我們提這個問題 店鋪訂單未完成率 和取消率超過目標 怎麼挽救會影響畢業 這是肯定會影響畢業的 那我們回到上一個頁面 我們有看到 來看一下這個店鋪如果 扣分大小於三分的話 我們看一下 畢業條件嘛 賣家原因取消訂單 必須小於等於百分之二 必須小於等於百分之二 然後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如 例如孵化期賣期間 因為賣家取消訂單數量等於兩單 也就是說你們在孵化期期間 你們主動取消了兩個訂單 那這個時候 賣家在孵化期的總訂單量 要達到100單才符合畢業標準 所以這個影響是很嚴重 這個影響是很嚴重的 怎麼挽救 拿單量來挽救 拿單量來挽救 怎麼樣出單 怎麼樣出單 因為我同學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就是 不計代價 產品 用你們成本價 用你們最低的價格 去快速出單 去把單量充起來 才有辦法 把這個分數給他拉回去 然後 唐 新同學啊 我剛剛 中間給他加了一個型號 我沒有提前他的名字 過了孵化期之後 畢業後 該如何去管理店鋪 如何去將 利潤最大化 這個時候 你們就要對店鋪的產品 進行這個定位跟分類 按照國內淘寶的原則是 271嘛 20%的產品是引流款 70%的是利潤款 271 那還有一個1 就是10%是超高定價款 超高利潤款 超高定價款 那對於蝦皮現在這個平台來講 271這個方式其實不是完全適合的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至少應該要做到 3 4 3 30%的引流款 40%的 賺一點點 賺一點點款 可能你只有10%到20%的毛利 還有剩下的 30%你可以做超高定價 或者說相對利潤那麼高 那簡單來講 你利潤定的越高 出單肯定 越麻煩了 那這個時候 怎麼樣去將利潤最高 還有一點要 懂得去引導客戶去做 包流訂單 去做包流訂單 就是你這個包裹裡面 東西要越買越多 你的運費越省 你的客單價會越高 你的利潤 同樣的也就越高了 如何進行選品 如何進行選品 我們等會發一個表格到這個 群裡面 如何進行選品 大概列舉了幾個選品的方式吧 關鍵詞廣告怎麼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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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其實我特別想回答的一句話 就是你做才知道怎麼去做 因為你不做的話 你永遠都是一頭霧水 那關鍵詞廣告很多時候 從關鍵詞的質量 你的出價 你的選品 特別是在這個時候 你們要懂得通過關鍵詞廣告去測試 產品 我建立盡量選五到十款同類型的產品 去做測試 你們想推的產品去做測試 然後看點擊率 看轉換率 看出單情況 然後同時在做關鍵詞廣告的時候 不斷去優化產品的標題 主圖詳情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然後重心應該放在哪個方面 過了孵化期之後 你們對接的這個 運營經理對接的這個 孵化群 對接的運營經理對接的孵化群 這個時候你們的重點 除了放在 包活動 比如說秒殺活動 折扣活動 幫多第二 買三件打20%活動之外 更應該注重的是你們店鋪本身 要開始去朝 專業化 精細化 跟風格化 因為蝦皮是非常 重視這個 店鋪用戶標籤的 這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一個平台 針對畢業後的問題 這個唐欣欣同學可以 群裡面再繼續提問啊 或者你可以把你想了解的問題 再私信給我 因為時間問題我就不 重點再去拓展開獎了 我的同事才剛準備下班 然後第二點 這個 陳猛峰同學 陳猛峰同學問了 連連支付兩個店鋪能享受多少優惠啊 連連支付蝦皮封頂是千分之七嘛 對吧 台灣的物流渠道全部要開啟嗎 不用啊 不用全開啟啊 你想用哪些就開哪些就好了 不是所有蝦皮 能用的物流渠道你們都要開啟啊 我現在我基本上我就只開SLS 其他 其他幾個那個 其他幾個那個物流渠道 像台灣站點的順風啊 那種我就不開了 然後台灣的物流渠道 全部發到SLS倉庫就好了 然後 順風我是沒有用的 順風太貴了 除非客戶要求加幾件 然後 那個全家 7-11 宅配 其實都一樣啊 這些都是要開的 這些都是要開的 如果我計畫到 宅配電配這種物流渠道的話 就是都要開的 好我們進去下一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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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 5 5 4 4 5 6